我要學習一種放輕的身體 放鬆了進入對方的攻擊領域 要捱打 就是在練一種用輕的打法 保持一種放鬆的作用 預備狀態進入對方的領域 要很大膽力做早期練的時候 那就捱打 但是從那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心目中都一清二楚 所以我們發覺我們不需要搜稿 這個例子 去年8月的時候 是否有一個 原來法官 是否有一個 是否有一個 這個 我這個身份是否應該是補充 大家的說話 其實是 所以說去年是一個 就是挑戰給獨存台灣第三名 那對方是 台灣國家體驗訓練出來的一個 運動員 對方是被你殺年輕十幾歲的 你的資源就是一個街坊生意 你又不是街坊生意 所以那個故事是一個 街坊生意打贏國企的一個 我先把整件事先 因為大家有很多感情的東西 剛才我師兄很感慨 剛才他在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 其實一般人 我不知道多不多 搏擊運動員 我這樣硬件應該是國術集者 是比較多的 一般我們搏擊運動 很多人在電視或電影裡面 都是在死操難操的 就是操體難 挨打 其實一般都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系統 就是馬迪星的系統 就是把搏擊運動裡面 有些東西很細緻化 就是剛才他所說的已經很深 有些什麼輕易打 放鬆身體進入 對 放鬆身體進入 對 放鬆身體進入 對 放鬆身體進入 放輕的拳頭 但是又打得重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就是 你很快速度 很漂亮的angle 但是你打下去的勢很強 但是又打得對方不上 這些東西通常都是一些武俠小說 又或者是一些國術內加拳的追求 但是我們的系統就進 就是這幾年都是在做一些這樣的 就是他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是的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一件事 就是佑坑那時候在NMIT 和他發展了一種戰術 就是怎麼會兩個人的思想 可以和整個俄羅斯的隊去做 和一個對峙 還有他們這兩位先生也是 就是自己兩個發明一種新的戰術 可以打贏一個國家 代表一個年輕力壯下 這個盛列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奇怪的故事 我想說說現在還有一個 試了一點點成果 可能是偶然性 我上次在網上的訪問 你講過這個一次半月的輸贏 我不覺得是有什麼值得暫時 值得是注視的 就是還不繼續忠 還有我補充一點點 上一次我和你的師兄 Yohan在網上的訪問 他說在你的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你也在他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一個東方和西方的一個技巧 和概念的一個結合 他們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他們就用了很多時間去找 這兩套語言的一個融合點 然後變成一個更加多的一個 另一個knowledge create new knowledge 是一件事 在六七十年代 在劍壇 就是以前蘇聯是贏了 蘇聯贏了 或者所有的衛星國家 所有的全都贏了 他們一班人主要的體能很厲害 還有他們是有某一個模式 我們所謂叫做六二模式 二六模式那些 他們就經常分析他這一類模式 他怎樣做 Yohan進來的時候 拿我們舊教練看三個設想 就開始想第一步就是 如果他那個模式 他需要一個適當的距離 他才可以做得到 因為你要手的伸展 然後你的身體向前行 你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我那個打閘了的距離 你連那個伸展的機會都沒有的 你整個做法就會改變了 所以我們就是從那裡開始想 就是用那個距離破壞了他 他習慣了 他不能夠伸展到最強的力度 那時候激重來 我是收窄了他去做 我們是從那裡開始 就開始設計其他不同的動作 這個我很有感受 聽到這三個原則 因為其實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就是香港四屆冠軍 香港四屆冠軍 香港四屆冠軍 剛剛剛才Patrick說 我剛剛去年十二月就打了一場職業賽 我打一場職業賽 我是一個業餘的選手 打了很多一場 50場 那在香港的水平 其實已經是外出了一點 但是其實下面那些人 他們也還有一點 因為我打的外賽比較多 但是我們一轉職業 一選一選一個選手 就會選了台灣國家隊 第三名的選手跟我打 是一個很年輕的選手 也是賴主欣的陪練 賴主欣如果你們認識的話 就是台灣最近二十年 唯一一個入到奧運十六強的選手 所以其實他也很強 剛才說的阿珍先生說的 就是他如何縮短距離 去令對方發揮不到他的強處 那場比賽裡面就是第一個回合 其實對方一出手 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就是我和阿迪做的那個訓練 那個預設已經是這樣 對方出手很快看不到 但是不需要看 但是我們又縮短了一個距離 令到一個他不是最理想的距離 去出手 他就必然要打中我 要打中我的家 打中我的頭 我就透過在那個家 被他打中的時候的觸感 去捕捉我們對方的兩個距離 然後永遠是一個對方 不是最強勢 最快速 最可以做回擊的距離裡面 繼續打一場比賽 那麼那場比賽 在客觀來說 就不是很清脆 很好看 但是問題就是 我 剛才阿迪說的 我們街坊生意 所謂的 就是我們在香港 沒有什麼資源的拳擊運動員 怎樣可以對到一個台灣 一個國家隊 一個國家資源 去一個國家體育園 去練習的人 然後怎樣打多一場比賽 就是用一些這樣的方法 去令到那場比賽去實行到 不是打最高水準 是把他最快速的東西 拉低他 令到他最強的東西 發揮不到 然後再進行那個比賽 然後那場比賽 在戰術 看人分布 我就做得好一點 過了六個回合 我就贏了一場比賽 這個就是一個啟示 不是年輕 或者快 或者大力 就是贏 這個綜合的戰術 就是一個搏擊運動的趣味 我想問一下你 翁嫻在你身上學到什麼 他說 那天 在跟我們視頻在聊天 他突然對氣管 孫子兵發給我看 就是那個是最主要的 但是這個是虛的 就是一個concept來的 你怎麼把一個這麼虛的concept 變成一個 但是當你打到世界冠軍 你不只是講體能 其實你先 就是你在任何體育那裡 你先二十名 先五十名 其實大家都有可能打到對方 其實很近的 那你是靠什麼東西 可以維繫到你的精神呢 他說自己打得最好東西的時候 就是上場 是什麼都想 就是他連沒有東西都想不到的 是空白的 很多人你上場 以前你會想到 我第一下我會這樣打 然後他會這樣回擊 然後我就這樣再打回頭 我就擊倒他了 但是他說 當他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一定輸的 反而如果他可以 將自己的想法 這個書籍兵法明明也有講過 當你的東西是去到沒有那個階段 你可以是無敵的 但是你兩個人的腦 怎麼可以 可以從整個蘇聯 當時的蘇聯隊 所有的資源去比美 我們那時候想最多的就是怎樣破壞蘇聯隊 他用那個二六的方法 其實他的方法就是二就是這個位 六就是這個位 他很多時候就是了你二那個位 你落個沙下落的時候 他就衝擊你上六去那個位 用很快的體能這樣去做 所以剛才他說的那個方法就是 我們收窄了那個距離 他根本沒有可能做一個複雜 一個complex的動作 只是夠 因為你的距離短了 你那個時間 只是容許你做一個很快的出擊 所以我們那時候練很多 人家說不只是腳的速度 是手出手的速度 很多人打劍的人從來不會練的 但是我們練手的速度是練很多的 你們兩位呢 你們兩位研究生的戰術 那時候你們那個 我想說剛剛他講的那種狀態 通常我們的東方名叫無心 我師兄一定喜歡說 人家中島見到說無心 那無心如果我教他 那他就想說 什麼是無心 所以我喜歡返回這個 無心呢 第一在身體裡面是有得練 練什麼呢 我所謂半招的狀態 ready的狀態 這種狀態是可以繼續選擇的 我剛才說打了一場拳 我要保持一種放鬆的身體 準備狀態 進入對方的領域 逼出他做事 以我做出信領 近期他們 我提出具體的方法 和模擬這種狀態的訓練 他們就開始練到 這是一種可以掃出語言 這個今天我最想說 很多東西其實能夠語言化 而且一語言化了 你就能夠設立好運動的方法 練習的方法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糾纏在形容上無心 大家真的無心 但這件事和那種 很多運動員都做明相 那它是否就是這件事 或者會不會有相同之處 其實我最 為何會答應Paschick寫這本書 其實我見到很多國術 可能這個也有點少冒犯 但我真的要說 其實國術裏面有很多練習都非常之好 但是就是太過抽象 那我已經20年了 其實我十幾年都不斷在練一些很傳統的 操拳 加速 做重力 密度高些 是去到一個位置 我服出打香港冠軍拿完之後 我發覺我都沒有練習 但是其實香港外面的水準很高 其實我們是不能出去的 這個大家都想像很不同 香港的拳擊好像很厲害 不是 香港的業育拳擊很差 很差 是的 很差 其他一個東南亞的小國都強勢地壓到我們 不要問曹仙瑞的問題 很長 然後 我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練習 我就不如找一下敵 練習吧 因為他很多內家拳的東西很古怪 所以我就練習 所以我跟他說 什麼重心 那張敵 我覺得 什麼來的 你兩個字 就叫我做一些東西 但我真的沒有東西做 我跟著他的練習 開始做得仔細一點 他就開始想很多具體練習給我 然後我就發覺 我做完那些東西之後 就得到某一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可以用語言去講 那本書有講 可以大家來看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那件事很可惜 中學功夫 第一 剛才曾先生都說 有些經常都會藏起來 那些老師藏起來 不教他一著 那些就不要講 那些人的品格好一點 就會比較容易搞得到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成全裡面太多很虛幻的字眼 還有沒有一些具體的練習方法 令到那件事是斷了 是的 那件事就經常都會有些形異 剛才那帝那個就很明確 無心 如何才能達到無心的條件 才是我們練習的內容 而不是跟你說你要練無心 練無心是很訓練的 我發覺很多中國的學問 突然間是 叉色一倍叉色 跳就跳到形異上 中間 中間那一層 不知道要練的 是的 其實國術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技巧 是非常非常之強的 例如 合 叫 張力 推手 裡面其實很多東西表現不到 很多東西都在搏擊運動裡面用不得到 我就是有一句很強想說 其實在本書裡面都有說 就是中國的武術的技藝其實很強大 就是比如你看一代宗師裡面 很多的演員可能練了一兩年 他們這個動作 我一看已經很 心靈神會覺得很正 很比例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真的要定義了 什麼叫做技藝 什麼叫搏擊 如果你們或者我們 就是想說中國功夫 那個容柱是真的可以打得的 我們就應該要很實實實 去搏擊運動裡面去發揮 因為現在那個規例 WUSH那些 MMA那些 其實已經是任你可以去做 很多 沒有什麼特別規則的形態的攻擊 其實你可以化在那裡做 然後去追求那樣東西 但是 就不要就是我們 還在練技藝的東西 但是就去談自己 可以搏擊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重要 因為我真的很相信 國術裡面是很多 練習是對搏擊 還有力處理的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我覺得如果 我們還在說型 那些很抽象的東西 其實那樣東西 就慢慢就會談 因為城市化的問題 阿張我想問一下你 你是不是也想問 我想回應一下 其實他沒有說出來的 就是 那個體能訓練 其實他要練 他沒有說出來 其實那個其實是 差不多佔 九成的時間 你要捱得 被人捱得 你要捱得到打 你才可以去打 基本體能就一定要練 你沒有理由 練了國術之後 就不用念掌上壓 如果要練一隻手的話 但是問題就是 捱打 這個字就很粗疏 對於我來說 就是我練捱打裡面 有合、叫、黏、念 用一些國術的東西 將來 摺一個拳頭 硬摺硬 還有軟摺硬 還有軟摺軟 是兩件事 裡面其實很多啟發 就是太極裡面的啟發 推身推手 你那個力來的時候 你硬去擋 是很多運動員都會這樣做 尤其是沒有接受過 一些所謂內加拳訓練的人 正常都不會接受 拳擊運動員 還有空接受 他都會推手 他會說 你打我吧 我擋了 體能很好 但是我接受阿迪的訓練 就是他打完的時候 你處理了一個重心 你知道對方的重心在哪裡 重心很短的 打擊那個點是很短的 你過了那個點 那個力就會燒 而這些燒 帶有些東西 其實很多 中國功夫 落下拳裡面已經有 這些東西 如果 無緣無故就沒有了 變成技藝 技藝就是做動作 你不會跟別人對練 你那些東西消失了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因為你剛才說 香港小人 即是你小人 你小人都小人 就因為 你要落那個基本的時間 去訓練那個體能 那裡是消耗的 非常多的 但是如果用國術的訓練 就會令到這件事變得有趣 但是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你 其實你現在加了內加權的訓練 是將你的運動員的生命延長了 還是將你的水平 突然到了另一個level 好像是Yohan那樣 我覺得是兩種 是的 其實我今年36歲 對於一般拳擊運動員來說 大家會覺得很老 但是我在香港 都還算是 undefeated 不是贏少少 雖然我這樣說很自大 但是是真的 你可以看一下Local Match 即是四月份就有 即是我和普通其他運動員的水準 是真的差一折 我不是想說我只是厲害 因為香港人的水準真的不高 我只能說 但是用一些聰明一點的方法 我會說用國術的練習方法 是聰明一點 然後運動員的生涯也會長一點 你不需要所謂的死練 但是大家跌回很遠 死練和不死練是甚麼 這個都要談很久 但是 總之國術裡面 有很多concept的練法 都很聰明 我覺得 我想問你 你的對手 你現在加了內加權的訓練 你 你 其實 將國術概念加進去 搏擊運動裡面 是香港的新鮮子的 因為我們百多年的時候 有國術類概賽 好像閃文族師傅 他們在這裡 他們全部都是大聖派掛門 我相信他們是聰明的 是 你有沒有跟他們談過 他們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得出的經驗總結出的成果 我背份不敢不敢說 我就是不敢不敢說 這些這麼嚴重的事情 當然等我來 怎麼說背份的 不是這麼成績的 有死我死 那先說回 我昨天才跟Patrick 我昨天才談到一件事 很鬼調 是很鬼調 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 現在我們說的是 太極加樂 太拳 或者是Boxing 打出來的那個是沒有 還是在打邊 還是會越西新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幻想 和國術的朋友 我告訴你是沒有的 他表現出來是甚麼形式 一個Bosser 一個太拳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認為內加權 我只是講內加權 因為我比較自觸多些 太別仍然發光 這些內加權 最終是引領你進入某種狀態 身體狀態 他所有招式 只是引領的工具 我為什麼感受到 我第一次去泰國 他現在明文館練卷 所有人都冠軍 洗廁所那個 暗戈 播片那個 放電影院來的 WBU 世界冠軍 放片 然後幫我做把師 整間管我錄 當然也不知道 和我練泰卷那個 單手搏一搏 我香港都是名門來的 泰卷都是 然後我想起我師兄 和我同學練 不過他十八歲去泰國 他說找洗米那個年輕人跟他練 真的洗米那個年輕人笑到我 單手扔他 因為我練過太極 我說這些是太極來的 我呆了在這裏 想了一整晚 為什麼我們內家卷追求的 人家職業手全部做到神 這個引起我 由開始 我的武術之路 就重新調整過 直到戴錦 當時因為太年輕 還是現役 打差死 還想殺雙齡 就沒有想到這麼仔細 不要拖路這麼遠 先說回今天的事 大聲聽歌 是 就是受到剛才的觀念 我自己想想 他們有沒有這樣想 因為我的底是由泰卷實戰開始 那時候我去泰國練完拳 基本上我回到香港是沒有什麼對手的 因為小人是泰國練的 其實那時候是富德的 那些人沒出來 那 我對我的名字出去打比賽 打了 那個年代 學了泰拳 有了殺雙齡 你才去明白那些功夫的精要 就好過你在那個角術領域 去了解那個搏擊的原理 因為你有了實戰經驗 有很多東西 你才開到那個眼睛 我跟他身上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先開始說 我十年前可以跟他打攝影 被他打碟了 去年他參加MMA比賽 為什麼不能打拳擊 被迫著打MMA 好像踢腳的 跟我練 但我十年前說過一句 我有一些氣弱的句話 我說 你要打球你贏 我有規矩 不給他打拳 不給他打 打太拳一定夠 他有沒有要打拳 他有沒有要再跳 不緊陰的 跳 跳 對 然後表達輕跳的樣子 他真的要挑掌 他真的要挑掌 我 好了 十年後 他打MMA 我掩著半邊嘴笑 他跟我一起打拳 其實都看到他反映到他有水平的 因為他在我面前 直接站在那裡動不動手 動了我又按一按 我動了一點也按住他 如果沒有水平 他應該衝過來 因為吃我同腳 他就知道 動了我便死 動了我便死 然後我就說 不要跟我練 跟我畏念 跟我徒弟練 那他就看到 真真正正的看到 那個經驗的差距在哪裡 你沒有了那個真實的實質 而只是搬弄字面角術的概念 其實是達不到那個 你真是不明白 你那個角術的融合 其實要真是去到 把得很深入 學了太遠裡面是什麼 之後再抽離 我經常說 很多人是不懂得抽離 等於師兄 他不抽離 他永遠看不到兩者的分別 即是不會有些情意結在那裡 是的 因為你是主觀 好像一隻野獸 你看到世界都是平衡 阿珍先生 你是先練紅拳 即是先練功夫 還是 我先練功夫 你又有一個什麼看法 因為他們有練 我沒有那麼深入 我就不爬得打 你有沒有嘗試 將那些意念放進去 我打過的 其實我參加過勃擊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參加過勃擊 我參加過勃擊 那時候叫做 Full Contact Fighting 就未到這些這樣的 不准用爬 不准用塞 那類的 因為是要練 捱到打 如果不是 你的十拳我可以快到打到九拳 他打了我一拳我已經散了 那就是不同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你們 你現在練的 即是你現在跟你的對手 好像說 跟你對打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你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可以很溫柔的 令到你知道 我傳我的力氣給你 是的 真的 很多外面的館都說 打SpaRing 我們叫對打練習 很害怕的 真的說不打了 我去隔壁間館練 打到頭破血流 不想打 我說不會 我們很溫柔的 剛才在說阿迪說的 你打得身體很重 但我的拳可以很輕 聽起來好像很科幻 但其實不是 應該是這樣練的 然後就會有人開始 讀 你說得這麼厲害 我不見到其他國家隊 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為什麼人家 選到最精要的運動員 然後再操他 去打世界賽 跟我們這個 這樣的 nature 是很不同的 所以這個要轉 對 我想打進他 在第二次星期天 在澳灣仔的館 有一個外籍人士上來練習 他很溫柔地打了他的肝臟一拳 很小力的 但是中的那一刻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我躺在這裡 那是什麼聲音 我不會說 那種大力的聲音 我不會說的 試一下 有試一下 我們上來試一下 就可以了 不過 很重 我的聲音很重 他以下沒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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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講打 我絕對沒有打過 但是講天下無敵 剛剛講起內家權 其實在中國的歷史 在清朝的書 其實如果講兵技 或者戰場上 我們現在的武術 都是在戰場上遺漏下來的 一定要講一下 為什麼跟它沒有關係呢 第一 我很同意珍珊說 如果我們講搏擊 就是打 全世界是沒有什麼 打是沒有國界的 沒有國界之分 沒有技術之分 沒有說這些理識我不識 這些理識講我不識講 這些理識寫我不識寫 理識想我不識想 是沒有的 你剛才講的 令我聯想到一樣東西 因為中國的武術的書 可以遺漏來的 如果我看回明朝 我是七雞剛 在當年他寫的書 其實中國已經寫了幾個新書 當時他已經在民間找到很多武術的書 他都說在裡面他是沒有搏擊的 搏擊是沒有徒手搏擊的 一上場一定是刀、槍、槍、槍、射箭 是沒有這些的 搏擊可能等於自己民間處理 因為在國內 如果在中國歷史上 由宋朝開始 已經是禁兵器 民間不可以擁有漂亮的刀 所以刀、劍、打完仗 全部拿去毀滅 溶回來的 所以你不會像日本 難得可以鑽一把漂亮的刀 那是世代給你傳律一家傳 因為一代傳一代 另外一本書 我要提過 沒有文字紀律 我們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看回當時 在明朝國都沒有提過 內家卷、內家卷 也沒有說什麼氣功 如果說氣功 最早的本書可以提到 在哪一本呢 有本書 我師父三十多年前 在中國博家圖書館見過的 就叫十三刀法 他剛才講的 曾老師曾聲音講的那些劍法 看完那本書很薄的 其實這個作者我都不記得 叫什麼名字 他自己講的三兄弟 當時不知道故事 三兄弟家裡被人 好像是武術故事一樣抄家了 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 其實這位王天賜醫師 我們下星期四月 你介紹我先 不好意思 我們下個禮拜會去那裏做的 OK 讓我講完少少這一句 OK 因為講內功 如果有引經句點講內功 其實都不是很深的 如果在書裏面有一個 文字有記錄 內功是什麼叫內功呢 正心 誠意 全神 養氣 是 說了 但就不是變成什麼無心 什麼文字上的演繹 不好意思 黃議士 我想問問你 你當時對手和對打的時候 你這些東西很古怪 是嗎 你的法力是很古怪的 這個就是 逐回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 你在外面 我經常都幻想 我練習的時候 經常都幻想 其他國家隊用英文 怎樣講 什麼張力 什麼叫 黏痴 黏痴 怎樣講呢 我都這樣講 不會的 我看到他們練習 因為我們上了廣州體院 廣州體院是一個 中國頂級的運動學院 聽說的拳擊是最強的 也是曾經 我上次練習 他們都是馬上打 我小時候不明白 他們又 父寵都不做 你看現代運動一定做父寵 我們父寵都不做 為什麼呢 我終於想到 原來是一個體制的問題 因為中國的運動員是舉國際 就是一年有二十萬個運動員 去練那個項目 不是那個項目 就是這麼多項目 加起來有二十萬 拳擊 我想都有至少沒有一萬 都幾千 他是將那些 自己有天分 才能的人 懂得怎樣用重心 怎樣發力的人 已經抽了出來 然後將那些人的強項去加強 然後就變成了國家代表 所以他們不需要很細節地這樣教 你的重心怎樣放 你的階段應該怎樣做 因為他本身就是這樣做 這個跟我們的 nature很不同 因為阿迪他練我 因為我不是一個天才 我不是一個頂尖的運動員 材料 我本身的體價都很弱 是這幾年去教我很多一些 所謂的內家權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是實正主義者 我不理你外家內家 總之那些東西有用 而我又用得到 我又在比賽裡面驗證得到 我就要那件事 也要用得到 如果你跟我說那些 如果有股氣 在頭上打開一槌 很痛 那些 我不知道你會說 我只會說 裡面有張力 留住肌力 不要停 繼續有運動 將重心不斷放 不要站著腳 打下去 這個叫太傑的圓 我就覺得 這個可以了 但我出拳好了 運力好了 我就會這樣做得到 那件事 我從其他那些 剛剛十年月尾 的時候 打了一個廣州體院的對手 他是WBO的冠軍 潘金翔 我跟他打 4比1 我輸了 但我也覺得 打得不錯 對方是一個很 20歲的 很猛將型 猛攻型的選手 他打完之後 就跟我說 你打的東西很古怪 你每次打到來 我重心都被你動 然後 我都很累 我炸你的拳頭 就好像沒什麼效 你那個練 你是怎麼練的 有些我就說 我有些內交拳 他就拋頭 因為他們的練習就是 你有才能 你快 你把水扣拿出來 然後拳擊就很有趣 就是一個對練的運動 你自己打三球 打到出煙都沒用 你一定要跟那個人 就是一個高水準的選手 他的閃朵 他的出手 他的戰術 要去到某個水準 你才會強 所以這個就是 駁擊運動的極限 香港 那奔金翔 被人招了之後 他就跟國家體院 那些最高級的人 在練 他就成為了一個勁人 但是 裡面的肢節 他做不做到呢 他知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呢 最重要是什麼 他教不教到人呢 這個就是最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 我 不斷地強調 中國國術 其實我對中國國術 沒有特別的感情 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沒什麼所謂的 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但是我覺得 裡面 中國國術 流傳了這麼久 裡面有很多細節 是應該要寫得出來 而教得到人 然後去其他武器運動裡面 通得到 因為 因為 本書裡面也有說 他說 香港的城市 發展了這麼久 然後 你叫那些人去練國術 好像很old fashion 那樣 但是我覺得 是呀 你new fashion old fashion 你就不練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知道原來香港 中國武術的特色 可以流傳這麼久 然後 可以結合到西方的波激運動 那為什麼要練 厲害 因為 這些東西聰明一點 一練練了之後 你容易掌握到 那個概念 然後 做了一些特別的輸出 然後 你贏得到 這個是一個財產 我覺得 所以 我覺得是應該要仔細一點去講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其實是講閱讀的 我知道三位其實都是 閱讀很大量的書籍 無論是小說 文學 或者是哲學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們 做一個練武的人 是否 尤其是現在做的 將東方和西方兩套 結合 去找一個共同的交易點 或者語言 就是閱讀大量的哲學書 是必要的 或者是很大幫助的 我從來不是這樣想的 我也沒有什麼意願 是想東方西方結合 等等 我現在很欣賞 很享受的一本書 就是關於 Joni Mitchell 他那個音樂的生命 我只不過覺得 閱讀是很聰明 一件事 閱讀對於來說 是好像 很著數 別人 讀了那件事 一年 十年 一世 但是 你看一本《佛士德》 人家寫了五十年 然後你看了它 你用一個星期 可以看別人五十年 想的東西 然後在技巧 書方面 也可以 翻完覆它 去研究別人 那些 我覺得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對 對 我來說讀書 雖然這幾年少讀書 最主要就是 令我得到很多工具 這些工具都是別人千歲八年 我主要是看社會科學的書 因為我喜歡看人這種動物 究竟做什麼 人是為什麼在社會生活呢 不同的社會科學 就令我了解到人的處事角度 看東西角度 經濟角度 從歷史角度 演化生物的角度去看 包括影響了我現在的武術概念 我一次和我日本先生 我七段的三年先生說 練錯的東西很難改 為什麼 成本很重 你那招 有在某範圍很用得 但又限制了你的界限 你就不願意扔掉它 你扔掉的時候 你成本很重 所以練錯的東西很大 他學音樂 因為他讀Econ 我想他跟成本 可以和建部有關 他當時是學長的 那我覺得 這件事就結合到一個生活 和我想做的東西 拿到很多工具 好 好 好 多謝三位嘉賓 分享了這麼多 武術 拳擊 所有的知識給我們 給點掌聲給你們 好不好 謝謝 謝謝